苗栗县64年第一期稻作,原计划种植的面积是18000公斤,由于政府实施稻米生产竞赛,所以种植的面积增加好几百公斤,计划生产量可以达到600多万公吨。 最近苗栗地区虽然阴雨绵绵,但是对于苗栗地区的水稻影响不大,于政府估计产量可以超过计划的目标,目前苗栗地区的水稻已经变成成熟的阶段,下月初可以收割,到7月底可以收割完成。